低著頭用手追著不發一語 金華城案又有新進展了 他是民眾黨智庫學者孫鳳群 以被告身份被移送北檢附訊 同一天議會調查小組報告出爐 十一次開會定調 金華城案是財團特權 其中藍綠員立場一致 列出五大結論 八大建議批北市府求援兼裁判 金華城案前五古人量身打造 首長不得在訴訟中 再進行干預跟進行交辦處理 不過小組成員民眾黨的陳永成 沒共識另外列入不同意見書 還做圖卡自己另開記者會 所有的官員從頭到尾都稱 沒有收到任何上級的指示 金華城不是個案 金華城更不是特案 強調柯文哲未下指導期 但看到藍綠這動作 要把金華城報告送監院 更是滿肚子氣 調查或者是彈劾決策首長的行政責任 重新調查106年監察院所出具的容積率審核意見 是否合宜 查無不法的報告 再送到監察院去 某種程度上就是在做政治辦案 藍白議員為金華城案雙方在槓上 但隨著簡連29路大搜索 其中鼎月前董事長朱雅虎 遭到深壓禁見還任有行賄 民進黨議員簡書培就點名他之前還幫忙護航 幫朱雅虎的辯護真的是辯護得非常的大聲 許曉鑫針對於他偷湊 湊錯這個北姐這件事情 是不是應該要出來道歉洗門瘋 洗門瘋是什麼意思 要去賣檳榔還是要下跪的 從來沒有幫朱先生加油 我幫的是北檢加油 藍綠雙書隔空槓上金華城案出 檢調持續釐清中還意外掀起多個政治攻防 TV北新聞綜合報導